你們大概都見過直升機 有沒有留意一般直升機都有兩個俗稱為車頁的螺旋掌? 大的一個在機身頂部,還有一個比較小的在機尾側面 你知道這個小車頁的用處嗎? 這裡有一台直升機模型,它的機動部分和一台真的直升機差不多 很明顯這台模型不能飛,但它可以用來解釋機身如何保持平衡 這裡就是直升機的螺旋掌,伸出來的這個部分是另一個小的螺旋掌 中間有一台小摩打,由旁邊一排電池供應電力 我們就來看看直升機保持機身平衡的秘密 先接上電源,開動大螺旋掌 但為了要令整個系統的角動量手衡 機身會以螺旋掌轉動的相反方向旋轉 機長想不均勻也挺難的 究竟如何才能令機身保持穩定呢? 這就是細螺旋掌的功能 將細螺旋掌接上電源 細螺旋掌接上電源 細螺旋掌開動了 細螺旋掌開動了 我們放手 看一下,現在直升機身能夠保持穩定 如果只是開動細螺旋掌 我們看到機身同樣會旋轉 你明白直升機保持平衡的原理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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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明白直升機 ĩ就能夠保持平衡的原理 老闆 那 Star判 你明白嗎? 請問別敵